点赞 投币 关注 收藏 谢谢 一个多月前我发了个动态 说坑是别度的到了100万粉丝了 咱们整点硬核的百万粉丝福利 在充电宝单上抽取有意愿有时间的前三名粉丝 抓去国外一起看当地的野生发行动物 费用由我本人全包 那咱们兑现承诺 第一站就先把榜二滴着到科目多和巴瑞团团圆 一起给科目多巨蟹加餐了 和今天这个视频当中一模一样的形成 五天四晚 科目多巴瑞岛沿线五个岛屿 12个项目 14个目标物种 本人亲自讲解 九月团和十月团还在招人 有兴趣一起来的小伙伴 可以站内私信我 或者简单来加我联系方式 好了 不多废话了 咱们开始正片 不能亲临现场小伙伴 也可以跟着咱们的镜头 一起云逛印尼荒野 因为视频是记录全程的 所以比较长 大家可以分段观看 第一天接到几个一同出发团员 从凌晨就开始各种转机 直到下午终于到了距离科目多岛最近的港口 弗洛勒斯岛的拉布汉芭蕉 就是发现矮人矮象巨图外那个岛 很多人认为印尼全境 全都是这样的 都是地理树上闷热的热带雨林气候 国内就已经够热了 八月还要去印尼 那不找死吗 但其实科目多在南半球 八月是那边的旱季 冬半年 一早一晚还挺冷 像我旁边那个光头老哥 本地人 在互联员家睡客厅 一宿还给冻感冒了 说从上海出发去印尼避暑 我还真不是扯淡 我们一群人刚到酒店 大家就都被海边的日落吸引过去了 入住都忘了办了 风暴西路晚饭 全都迫不及待的 开始海边夜叹 该说不说 每次我来这都得感叹一句 这酒店里的葛介 属实是有点人口爆炸的 都快原地入药了 一到晚上就全都出门营业 门口亭子里就有一只巨大的个体 就是颜色有点暗沉 酒店花园里的特别鲜艳 同行的小伙伴拍照片的时候还问我 为啥这个葛介愣在原地 我靠你想一下 要是你刚出门上班上学 突然过来几个十几层楼高的巨人 对着你一顿端详 嘴里还念叨着 卧槽真好看 卧槽 卧槽太好看了 卧槽 你愣不愣住 所以为了避免过多打扫 我们简单记录了一下 就火速彻底了 留下葛介独自凌乱 回味刚刚发生的一切 除了葛介 酒店外还有很多沙蟹 以及别的小型壁虎 例如圆尾西虎 游尾西虎等等 很遗憾 现在因为是旱季 胸很圆周蟹 还都在休眠 所以几乎见不到 而且时间不早了 明天清晨还要出海拍客龙 虽然大家都意犹未尽的 但我还是张若大伙 赶紧回睡觉吧 甚至夸下海口 区区一个螃蟹没见着 又能如何 必有什么好拍的 相信我 后天咱们出海回来 没有任何人还会多看葛介一眼 然而这个时候 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第二天一大早 六七点钟 我们赶往码头坐船 朝着林卡岛猛开 清晨是巨蟹最活跃的时间 一定要争分多秒 林卡由于距离弗洛勒斯 这个大岛最近 沾了它的光 吸引来的水汽 分给了林卡岛一部分 使得这里成为了 科莫多众多保护区当中 水草最丰美的一个 主要是科莫多巨蟹的 集中繁殖地 因而年龄结构比较健康 以幼体压成体 适域年龄的成体居多 相对而言 巨型个体虽然不少 但不容易遇到 一进大门就看到 空地上有两只 一直在近处瞎溜达 远处还有一个 趴着摆烂的 溜达那只刚坐稳 还没等我们加好相机 身后又过来一个 两岁左右的幼体 可能是看旁边的老哥 太阳都晒出冲晕了的错觉了 所以索性与其 超近距离分享阳光 在灰飞烟灭的边缘 疯狂试探了数一试 往前走了两步 发现远处那只 身后还有一只 这是一大早都下山揭坑来了吗 接着往山上走 还看到了科隆 专属大圆种 成脚种质正在筑巢 我手机拍的太烂 来个团圆相机拍的高清图 成脚种质 不会像别的鸟一样 坐在蛋上浮蛋 而是用枯枝落叶 堆砌一个坟包一样的巢穴 所以叫种质 利用腐植质 发酵的温度来浮蛋 而科目多巨 其实会把它们全家都掀了 蛋和成鸟全都吃掉 然后把自己的蛋 下件堆好的巢穴进行孵化 简直满门中烈了好吧 在山上逛了一圈 本以为一无所获 结果下山途中 看到个偷感很重的年轻科隆 灰溜溜的走过来 繁殖系的关系 他见到其他趴在地上睡觉的雄星 都执着于把人家叫起来 睡得不好 重新睡 想看看对方究竟多大个 自己能不能与之一战 结果对方真站起来 他一看 我去这么大 告辞 极限作死毫一轮 果然求人得人 被一脾气不好的老哥追着走 吓得赶紧战术河水压惊 喝完就跑 另两个大个子 雄星也是铁了心 要让这鬼火少年 感受一下社会险恶 一路追了上去 一会再来林卡岛 国家公园队伍 可就倒了没了 科隆全跑了 没得看了 除了园区 我们又逛了一圈 林卡岛新建的小博物馆 看了看 岛上记录中 最大的一对科隆骨架 准备离开林卡岛 路上还看到了群猴下山 一堆石屑猕猴 在干涸的红树林滩涂上觅食 转头发现 我靠 刚被爆锤的鬼火少年 竟然还在逃命 这下肯定是知道江湖爆婚了 离开林卡 我们前往科目多岛 把刑旅放在互联员家 炫来的媳妇做的饭 我们决定下午三点 再去看科隆 因为中午最热的时候 科隆都在树林子里呼呼大睡 几乎看不到几只 但搞笑的是 这个时间又恰好是 普通旅行团看科隆的时间 主要是为了省油压缩成本 至于游客能不能看到科隆 能看见几只活不活跃 他们就不管了 该说不说 这八岁团的小伙伴 是真的精力旺盛 我都困得不行了 他们竟然好几个人 要去码头钓鱼 我也得一路跟过去 不仅看到本地小孩哥 钓了个裸熊扇 港湾里的白富海雕 一直忙着下厨做中午饭 就是我这手机太烂 把白富海雕拍的 跟乐高拼的似的 得亏团里的长脚哥 连拍几张 这才能看得清楚一些 由于小孩哥 即便把裸熊扇 折腾的喜笑颜开 也没能解下鱼钩 于是扔下鱼钩鱼线 就研究掉别的玩意去了 我们团自己的小孩哥 一个14岁的小伙 中孩哥吧算是 获取了他们遗落的传奇装备 还真把鱼给钓上来了 是啥我不太认得 有没有懂得小伙伴 弹幕发一下 同行的小姑娘 也钓上了一只螃蟹 大家紧握着手里的鱼 发出了弱智般的笑声 而印尼小孩哥 看着我们 俩人互相讨论 他们在说啥 虽然我听不懂 但看眼神 高低是对我们有几分鄙视 啊不 崇敬的 午觉是一秒没睡 就折腾到接近三点了 我们准备上山找克隆 没有去大名鼎鼎的 坑布多岛国家公园 而是选择先去 坑布多岛后山的保护区 没想到还没上山 在他们学校里 就遇到了一只瞎溜达的 怪不得周围孩子都跑路了 走到山堡顶 又遇到一个挺大的家伙 在老乡放羊饮水的池子里泡澡 泡了一会儿 可能是嗅到了食物的味道 起身一路向山下河谷走去 哎 果然 鲜嫩多汁恐怖直立员 两分 互联员赶紧让团员们退让 自己吸引一下科隆注意 不过这大家伙似乎别有意图 依旧在朝山下的方向走 中途还在地上捡了两块碎肉 看来是真饿了 然后接着朝另一个山堡走去 果然兜了一圈后 我们在更靠海的另一个山堡上 又遇到了他 以及碎肉的来源 这货正在和另一只体型稍小的个体 抢一头看不出来死没死透的山羊 羊肉被撕开的味道 很快吸引来了第三只 由于体型势均力敌 都不是非常巨大的个体 因而谁都很难迅速把羊毒吞 但说到底 克隆还是懂烹饪的 上好的羊肉却在想点办法 加热增兴 使劲一扯 羊屎甩到处都是 谁脑个地上都带点绿 再往羊肉上一抹 嘿 那叫一个地道 原汤化原神了 这味道 谁不想上去舔羊扣 这不 第四只也不知道从哪 那个鸡脚嘎拉钻出来了 迅速加入战场 这下坏了 比进席位还乱 团圆的相机拍出来 简直是纪录片现场版 我就不多说话了 大家自己看吧 还挺下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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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拉远快放起来 就一点威严都没有了 反而手忙脚乱的 看着贼习感 为了多分到一块肉 四只克隆各种走位 狂袖身法 这种腾腾得抢了二十分钟吧 录视频录得我手机都能煎鸡蛋了 看着这几个家伙吃的也差不多了 互联员赶紧提示我们向后撤 以免克隆处在近时兴奋状态 再分不清人和羊 这波就真诚投背局了 不过医院就在山下 节肢倒是很方便 繁殖西的雄母性 本来火气就比较大 再一看最后一条羊腿 被老六抢走了 这还饶得 追上去就是一顿锤 一顿锤吧还不解气 撵上去又没开二度 对着兄弟的尾巴就开垦 这回是物理异常的兄弟 你好香了 而且看得出来这老哥是真的气 见谁打谁 转头又开始向另一只发火 结果这下坏菜了 提铁碗上了 对面这个也是个不吃气的主 转头就 哎 哎不对吧这 怎么突然就进入付费那种了 重点这俩还都是公的 只是体型较大那只 真的上演了教学版的兄弟 你好香 这种迷惑剧情 其实强壮的雄母性 把示弱方当作雌性一顿日 以展现自己的统治力 其实很多动物都会这样 常见的像狗 怎么互相骑 这并不是真的要制对方 而是令其屈服 但如果在场都有雌性克隆 在他眼中 这他妈就纯迷惑操作了 明明是两个追求者 为了自己决斗 结果怎么打着打着 打到床上去了 再往后就全都是这只 男人中的男人的表演时间了 他见到别的兄弟 也全都要骑 不是 这个死变态 谁受得了呀 赶紧都躲着走 被怼得最狠的那只 也不忍屈辱了 突然就支弄起来了 来了不是 投席 差点打到我镜头上来 太松了 结果依旧是 只冷了 但没完全只冷起来 进入对峙后 还是认怂了 转头又被一顿干 今天这野生动物 行为大赏 算是看得够丰富了 还都是纪录片 不咋拍的付费隐藏内容 我们就不多在这里逗留了 去山下河谷 看看那里 有没有机会遇到 真正的大个体雄性 结果还没走到河谷 刚到半山腰 我们就非常幸运地 遇到了一只 2米7左右的雄性 体重估计在 80到9公斤左右 互联员说 如果他吃饱饭 能超过100公斤 这个大家伙走起来 培养身后的群山 实在是太出片了 科普多岛相对于 林卡岛老龄化 比较厉害 所以年长的大个体 更容易遇到 这只我们七月团 也遇到过 那个时候 他从山下的河谷 缓缓走来 配上村里 穆斯林的祷告声 简直是大反派 即视感 大家感受一下原片 找到了这种超大个体雄性 合影留念 我们准备回村 该说不说 这互联员是真的会拍 搞得这科隆还十米似的 回村路上又遇到了 三只在村口懒洋洋的门神 估计是黄昏了 他们也准备睡觉了 不过我们还不能休息 得抓紧吃饭 坐船去帕达岛 那里的夜情蛇类 已经开始营业了 坐船坐了一个半点 脑僵都摇匀了 终于到了帕达岛 刚一上岛 在海边的树林子里 就运气爆表地 遇到了一只 成体蓝色海岛树叶青 我真的担心 后边遇不到蓝色个体 所以就直接爬到树上 把它够下来了 体型不小 很敦实的一只 但颜色没有非常蓝 有点青白色的感觉 看得差不多了 把它放回到 之前拿下来的树上 我们接着往前走了 结果万万没想到 今天我们的第二条蛇 竟然还是一只蓝色个体 我靠 这走了什么狗屎运 而且这条体色 还鲜艳的多 另外我多说一句 之前我讲过 帕达岛 因为地面奎克如蛇很少 因而这部分生态位 被竹叶青占领了 他们很喜欢在近地面 狩猎石龙子 镊齿雷 在树上休息 所以不是我们把蛇 丢在地上拍 而是他们确实就在地上 也是竹叶青生活作风里 比较抽象的了 而今天晚上的第四条蛇 才是真正的重量级 数学概念的重量级 一只超大的 雌性绿色海岛竹叶青 我在科姆多这老鲜年了 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个体 这货差不多由我手腕这么粗 几乎是一条小成体 五步蛇的体型了 腹部中段有点垂感 应该是吃了什么老鼠之类的 后来我们刚发现一条 亚成体蓝色海岛勾过来 放在它身上做个对比 这蓝色海岛简直能顺着绿色的皮尔塞进去 甚至还有点宽敞 接着往前走 我们又先后遇到了两只绿色的亚成体海岛 结果团圆突然被身后吃叶草的爪哇黑鹿戏 围着它一顿拍 不过他的家长一度认为 他拍在这耗子 这路眼不见外 丝毫不在乎周围友人 只顾低头干饭 令人没想到的是 我们遇到的下一条蛇 竟然又又又是蓝色的海岛 我靠 今天这个运气 简直蓝色海岛自由了 我刚刚说这是我第一次在科普多这边 见到这么大的海岛出血清 那么同样 今晚也是我第一次在这 一晚上遇到三条蓝色个体 根据人品守恒定律 我都担心今晚运气这么好 别耽误了明天的行程 我们给这只亚成体蓝色海岛拍照的时候 互联员又在旁边的树坑里 发现了一只挺相仿的绿色个体 于是勾过来做个对比 卧槽实在太好看了 没文化的我这时候只剩粗口了 拍了几张照片之后就都放回原位了 一转眼快失恋了 回村还要一个多小时 抓紧上船回村睡觉 前往码头途中还顺手看到了一只 小熏塔过树蛇 除了最难找最神秘的小熏塔银蛇 帕达尔这边算是基本圆满完成任务了 由于今天全天的行程 属实有点过于满载而归了 甚至对于繁殖记来说 简直超载 所以有些团员决定 明早就不早起进保护区了 睡个懒觉 依旧有活力起大早的 明天爬起来接着寻山 吃好早饭刚一上山就遇见大祸了 一束小葵花风能鹰鹉正在吃早饭 这个不是咱们动物园里常见那种大葵 而是极为物种小葵花风能鹰鹉 野生种群数量只有2000多只 大概是坑不多聚齐的一半 因为脸蛋上有黄斑 因而也被称作皇家葵花风能鹰鹉 除了我们所在的小熏塔群岛 及其冬的巴布亚新尼亚 以及澳洲沿海有机会能见到 还有就是香港新加坡的城市 有一撮野化种群了 在山上兜了一大圈 一共看到四只清晨晒太阳的颗龙 还撞见了昨天下午那个大个子 这个小水一辈也感觉都快融化在地上了 还是柯龙比较懂松弛干 不过别看这大家伙块头大 它尾巴还有一处明显的伤痕 搞不好是被更大的个体揍过 从山上下来大概八点半左右 我们引起来其他睡脸觉的小伙伴 坐船前往科姆多岛国家公园 也就是普通旅行团扎堆来的地方 但是本着来都来了的原则 这里还是要打卡一下的 我们去了专门给游客拍照的地方 那里有两只常年接客的半三样个体 老演员了 得意双心老艺术家 其实绝大多数游客 是感受不出野生个体和半三样个体的区别的 但即便如此 我依旧不觉得科姆多岛国家公园 是看科隆最好的去处 一方面游客太多 另一方面人工痕迹明显 地面都铲平了 方便容纳大量游客 到处都是占道 说白了就是背景太丑不出片 左右对比一下大家就明白 地球卖动为啥不来这里去境了 走到海滩边上 还遇到了好几个随机下山的个体 有到处乱窜的苗子 有睡一下城牙的城体 还有个桥下躺湿的 哎兄弟你这胳膊杂高的呀 怎么肿的和大猪蹄子似的 估计是打架扭伤了 海边从林里还真遇到个大猪蹄子 最搞笑的是 零石滩边上突然闯下了一只年轻城体 引来白鸽白鸽集体围观 互联员担心的勺人群走过来 一直在用棍子驱赶 结果这家伙还挺委屈 别看满身肌肉拉丝 但其实是个垃圾佬 哎别敲了别敲了 烦死了 我只不过是路过海边 搞点生饭渣子吧 离开国家公园 回村吃好午饭 我们准备上船 回拉盘芭蕉 以繁殖记 看到27只科目多巨蟹的成绩收官 互联人都想不到 我们可以这么走运 回程顺路逛完科目多岩 线西大景点 九富盛门的粉红沙滩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 科目多附近的粉红沙滩 有好几处 我们挑了一处人最少的 沙滩上还有爪哇黑鹿 在咸溜的 他们高度适应海岛 缺乏淡水的生活 靠食物涉取水分 喝海水 其实在补充盐分 而粉红沙滩的粉色 其实红色的珊瑚 被海浪击碎后 混杂在白沙中形成的 这里的水质 属实耗得过分了 拦得像洁测银那样 说实话 相对于沙滩粉色的噱头 我觉得这里的水 要更好看 在粉红沙滩 腥风作浪了一个多小时 我们坐船来到了帕达尔山 和红沙滩港亭那里 爬山则就在国家公园 刚一到园区入口 就看到里头 爪哇黑鹿 在吃游客剩下的椰子 肯得还挺来劲 因为帕达尔岛 有四个湖形海湾 把它挤成了公字形 依然也被称作四万岛 很多旅游博主 说这是人间塞尔达 这个是我们四月团里 兄弟无人机拍的图 这个是七月团 小哥登顶之后拍的 某些角度 有点神似吸手镇 爬到山顶 再下来一般 一到一点五小时 不是特别累 不过沿途没啥动物可看 就属于一个风景观光点 如果跟着普通旅行团来 他们会在早晨八九点 爬这个山 届时您倒是能看到 一群小红书博主 集体补装 从帕达尔山下来 我们前往月牙湾 当地人称为 Takamakasa 是一片前海 冲击出来的粉红色沙洲 不过我们来的时候 游客实在太多了 几乎看不到沙洲的形状 只能看到 浩如烟海的屁股 不过沙洲是次要的 实在太密集了 众多海洋生物 藏身其中 而且水很浅 弯腰就能够到 在这里强调一下 抓出来看看可以 不能带走 团里的小哥 捡了一个 也不知道是啥海参 有捡到其他海洋动物组的 小伙伴撕下来一块 深进水里 就围过了一群鱼 挤破了头的疯狂干饭 光看着鱼干饭也不行 我没得干饭了 又干鱼好了 顺着日落 回到拉布汉芭蕉 晚上吃海鲜 老板娘是华人 但已经不会说中文了 据说大青梅王的时候 就搬过来了 一袭记得 自己的祖籍是甘肃 但只能在地图上指出来 念都不会念 目前掌握的中文 仅限东兴班 老鼠班 青衣 皮皮虾 龙虾 而且他这龙虾 是真的有点分量的 团圆抱起来 感觉和第九区的 外星人似的 吃完了晚饭 本来以为能安心 回去睡个好觉 毕竟折腾两天了 突然有团里的小伙伴说 我们就这么直接回去吗 难道不接着拍壁虎吗 熊火研究戏还没拍到呢 我都带相机了 我靠 我直接原地愣住 这么出心不改的吗 我以为出海两天 拍了那么多动物 已经没人在乎 螃蟹和壁虎了 而且 太不巧了 我也没带手电呀 但他突然又说 没关系 我特意多带了一个 就是给你的 谢谢 您真的太好心了 于是吃完晚饭 我们又在酒店外的 海边树林里 找螃蟹 找到了一点多 别看这休眠期 但还真就让我给找着了 不过是个小苗子 只比鹌鹑蛋大一点 和成体完全没得比 快点回去 把你家大人给我叫出来 结束了科目多部分的行程 第二天一早 我们坐飞机回巴基岛 去酒店办好入住 吃好饭 我们赶往第一站 巴基岛爬象动物园 县任园长 园内工作人员 我们都是老乡使了 之前还在这做个培训 巴基岛爬象动物园 是一家年岁比较久的园区 又因为盖在山上 依然很多龙舍 难以翻新扩建 相对而言比较逼色 但作为少有的 专项爬象动物园区 其专业性和繁育技术 是没得说 首任园长是 大名鼎鼎的 蓝树巨蜥发现者 园区内的非洲猪如鳄 血角鹿龟 众多茫然巨蜥 都能稳定自繁 同时园区里 还养着不少 比较难见到的稀罕货 比如全印尼 唯一一对正在展示的 中非霞满鳄 全世界唯二的 白化马来西亚巨龟 值得一提的是 园区非常注重 本土帕行动物科普 绝大多数种类 都是印尼所产 状态非常好 两条不同产区的 半环铠甲腹 都非常肥硕 苏拉威西铠甲 体色贼炸裂 当然还有大家 非常熟悉的 韦式铠甲 以及体型最大的 苏梦达腊猪蜈 另外 在野外没能见到的 黄色版本海岛猪蜈猪 在动物园里有展示 我们还非常幸运地 遇到了爪哇所产的 眼睛王蛇在营业 苏拉威西产区的 也在营业 苏梦达腊的这只 同样非常活跃 而另一条爪哇产的个体 则正萌眼准备褪皮 其他大型蛇类 尤其莽然更多 少见的缅甸网 诸如亚种 印尼特产 别看这只只有两米 但已经是成体了 能看出它翘鼻子 大眼睛 和体型巨大的指名亚种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有缅甸网 自然有网文 园区里最大的两条网文网 这个斩钢本来是一对 结果巴布亚实蛇性太强 就合体了 另外还有大网红 甲方满溢蛇 南部白纯 北部白纯 以及霸占短视频平台的 北部树蟒 以及同样非常少见的 大鲤鱼蟒蛇 坦丁巴灌木蟒等等 园区里的巨蟹养了不少 营销号 御用科目多替身 巨蟹科奥斯卡奖影帝 暗影巨蟹 难得营业的 卡士巨蟹和红树林巨蟹 号称世界最长 但啥记录都不大 惊得住推敲的 萨士巨蟹 体色非常特殊的 松马瓦所产 双代则巨蟹 还有这种 塞在嘎拉 不愿意接客的 科马黑龙 园区里也有养科目多 还有很多其他巨蟹 但我实在懒得拍了 借用一下 五月团小伙伴的视频 为了消除大众 对爬行动 我凶狠冰冷的科马印象 园区里还有两个互动区 进门可以先抱抱 网闻绿裂 消除一下心中的芥蒂 园区内部的主互动区 有散养的 哲聚 犀牛猎蜥 红太家 绿猎 录前录后 记得洗手 值得一提的是 这只犀牛已经40多岁了 可能比看视频的 不少小伙伴年纪多大 我们这次来 还赶上了付费内容 无障碍看归片 前面是苏卡达 岸上爬爬爬 身后是安部闭壁盒归 水下爬爬 就是可惜这大公司 最后全都浪费在地上了 当然除了消除借地 感受友好 作为科普为主的园区 肯定要想个办法 让人明白 大型爬行动物的危险 所以HOME熟知 那些澳洲爬馆一样 他们也设置了 弯鳄卫视环节 园区里养着 4到5米 大大小小的六只弯鳄 铺石时 双鳄巨大的撞击声 非常震撼 大家感受一下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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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很巧的是 有个来逛动物园的外国小姐姐 她的纹身和曾经 爬行天下的logo贼像 攀谈了几句 争得同意后 她说要不录视频当纪念 还是够有缘分的 这个园子的物种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很多 一两句根本讲不完 得有机会单独做一些才行 今天就只能带大家 浅浅的感受一下了 逛完了动物园 我们开车前往 找网人网的山洞 到达目的地 时间还比较早 能在山洞外 看一会儿悬崖日落 海边也正好泛起一点点小波兰 是那种能把人 排进二次元的小波兰 我们不能直接进洞 一方面这个山洞 在一个寺庙下边 庙里的和尚 因为乱扔垃圾的youtuber太多 目前已经不允许外人进入了 我们也是和他商量很久才能允许 所以得等他做完法事 还要给我们淋了生水才能进去 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 这个山洞里 生活着数以万计的包围果服 黄昏时分是他们的早高峰 都在外出觅食 我们要等他们全都飞出洞才能进入 不然就是物理意义的 使道临头使徒行者 真的有点难甭好吧 我们要趁这会儿 穿好一次性雨衣 戴上口罩啥的 等蝙蝠都出去了 我们跟着庙里的大师也进洞了 巴迪岛的网纹网 和其他指名二种的网纹网 体色有很大不同 我们看到动物园的泰国个体 都是灰色底色棕色花纹 而巴迪岛所产的则是银色底色 金色花纹和金色头部 感觉像那种特大号的玉板紧蛇 这里借用几个四月和六月团 拍的特写大家感受一下 我们这次来也没有看到十几只那么多 一共看到七只 忽略一下周围的美洲大连 这次还遇到一条 刚刚绞杀蝙蝠的幼体网纹 因为担心我们一群人围着它影响的吃饭 拍了几张照片 我们就赶紧离开山洞 让它好好吃吧 我们也要检查一下 有没有被屎林道 回去简单收拾一下 明早我们要去整个行程的最后一站 登巴萨海龟保育中心 早上九点我们从酒店 幻悠到了海龟保育中心 这里饲养的海龟主要有三种 绿海龟 戴帽 太平洋利龟 其中太平洋利龟至少据我所知 国内还没有正在展出的海洋观 但在这里却是繁育量最大的海龟 中心饲养的亚成体成体海龟 基本都是野生个体救出来的 要么就是被螺旋桨打得缺胳膊勺腿的 要么就是曾被困在鱼帮中窒息憋出内伤的 总之几十个池子 凑不出来一只呼伦个王吧 园区内这个沙坑里是自然孵化的小海龟 运气好的话能遇到保育园展示 收上来刚出口的幼体 基本都是太平洋利龟 也是这边组织志愿者野放的主要归种 幼体就能看出来它们特征明显的类盾 5到9块数量非常多 看着它卷连纹似的 旁边池子里还有一些亚成体和成体 用于告诉参与野放的志愿者 你们放了的小王八糕子 长大了究竟是个什么德性 展示池外的休息区域还有两个孵化箱 这两个箱子是人工控制温度的 看过咱们海龟系列的小伙伴都知道 海龟弹的孵化温度决定性别 高温是磁性低温是雄性 我们还很幸运的看到了孵化箱内 一只正在出口小宝贝努力的全过程 感觉像早晨刚起床 挣扎找闹钟的我 有的小伙伴可能会问 人工控制温度能这么好的保证性别比例 为什么不全都用人工控温 为什么还要留出了一部分自然孵化 一方面是为了给游客和志愿者 更好的展示海龟的生命史 展示它们在野外如何孵化 还有一个原因也很重要 因为穷没那么多箱子 所有团员各自挑选好 自己要野放的小海龟后 可以给他们取一个名字 保育站会给大家发放相应的证书 8月团起的啥名我没太注意 但6月团起的点赞 投币 关注 收藏 转发 谢谢 也是绝活 这些小海龟都是保育站工作人员挑选出来 体格 健壮 状态比较好 适于野放的个体 经过筛选后再放龟 可以大大提高参合率 据苏列统计 参合率可以高达1% 我放这些极有可能一个活起来都没有 不过这已经很好了 因为野生幼体的参合率 通常是千分之一到二 能提倡到这个水平已经算不错的了 保育站的放归地也非常讲究 因为放归的太平洋绿龟幼体 大部分会跟随海流漂到原海 躲进麻北枣团中 长大至亚成体再回到近海地区生活 而还有一些 则会直接躲藏在近海珊瑚礁直至成年 因而保育站选择的放归地 就在近海的一片珊瑚礁 避免了在沙滩放归直接给海鸟加餐 同时想躲在珊瑚礁中的个体 也可以直接潜水钻入珊瑚礁的缝隙中 而那些选择飘向远海麻北枣团的 这里的海流就是不断地向离岸水域推进的 连我们的船停下发动机 都会被海浪从前海珊瑚礁推向深水区域 希望保育站工作人员精挑细选的地点 和数年如一日的努力 真能在三十年后结束硕果 看着更多的成年海归回到巴基岛缠卵吧 同样也希望这些被我们放归的小王伯们 能在混乱复杂的海流中 找到自己的方向努力回去 成为三十年中的百分之一 从观察酒店民宅边野生动物 到跟随护林员深入保护去的荒野 再到了解人工繁育下的科普展示 再到最后浅浅的参与一点野保放归工作 我们的整个行程也被这些远去的小海龟画上句号了 我相信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科目多种鸟不拉屎的地方 估计一辈子只会来一次了 所以每个月的行程我都很紧张 生了大家看到的动物不够多留下遗憾 每天都神经紧绷的到处寻摸动物 对我而言大家吃好玩好看动物看爽了 甚至看麻了是最主要的 其他都靠边站 但如果大家能从这个行程安排中 略微体会到从村庄到保护区 到动物园的保育站 不同环境不同场所下 人与动物的关系究竟怎样才是合理的 那就更锦上添花再好不过了 视频的最后再提一句 一模一样的行程 九月团和十月团还在招人 有兴趣一起来小伙伴 可以站立私信我 或者加简介练的联系方式 看了这么久的视频 闭上眼休息一会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